毒疫苗企业不简单 曾获江泽民张德江市茶皮子 日前中国疫苗生产巨头企业 长春市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在报毒疫苗丑闻 但中共宣传部门对这起涉及千百万人生命安危的问题 疫苗的报道严加控制及网络封杀媒体 揭露这家毒疫苗企业的背景 不简单 曾受到包括江泽民张德江等多位前高层视察与题字广告 长春市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一名员工 日前实名举报该公司疫苗生产存在造假 15日中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队长生生物进行了突击检查 发现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 但中共宣传部门对这起涉及千百万人生命安危的疫苗造假问题的报道 严加控制禁止独立调查报道并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 管控和封杀网络信息 其中包括不加警告直接封闭账号 使大陆公众的不安和恐慌 进一步加深7月23日 多家港台媒体揭露 这次爆出疫苗造假的长生生物科技公司背景不简单据报 该企业是中共科技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于1992年创立1993年进行企业盖制一 996年正式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浮 是吉林省的明星企业多年来 多为中共前高层到该厂市查访问 包括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等人 长生生物官网公开信息显示领导 关怀一栏中展示了多位中共前领导人参观的照片 如江泽民1995年到访视察 并提词张德江1998年视察时 身着防护衣物参观企业生产线 此外还有各种不同级别的中共高官 包括两位前国务院副总理古木和邹嘉华等八位领导人 亲临视察的照片 长生生物官网形容这些高层领导 在亲临指导工作时 对公司取得的成绩和发展方向 给予肯定和支持 1998年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张德江到 长生生物参观生产线 长生生物官网图片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该企业还打着关外生命 播种健康的旗号 自称先后于东南亚 中东 非洲及中南美洲 近20多个国家建立了疫苗出口合作关系 成为国内大宗生物制品出口的重要企业之一 这次读疫苗曝光的导火索 是7月11日长生公司的一名员工 实名举报该公司疫苗生产存在造假 7月15日国家药监局发布通告称 发现长春长生存在动肝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 存在记录造假问题 16日长生生物发布公告称 长春长生全部召回问题疫苗 北京方面则要求吉林监管机构立案调查 7月19日长生生物发布公告称 收到吉林监管机构的处罚书 包括没收186只问题疫苗 没收违法所得85.9万元人民币 处罚总计超过344万元 据美国之音报道称 这起涉及千百万人生命安危的疫苗造假事件 本来就已经使成千万上亿的中国人胆战心惊 但接下来的一系列发展 使众多的中国人进入了吓得要死的状态 那些令人忧心如焚的发展 包括长生生物的狂犬病疫苗造假 究竟是怎样的造假 依然是中共的国家机密 媒体报道受到当局的全面控制中国公民个人 公民组织或专业团体都不能进行独立调查 去年11月中共国家药监局就接到举报 得知长生生物生产的25万只毒疫苗 全部销往山东省 这批毒疫苗接种后 可能会影响接种儿童的白猴 破伤风和百日咳的免疫效果 在问题疫苗销往山东的丑闻有限曝光之后 当局立即采取了消息封杀 对于这些疫苗奔发到了山东省 哪些县市各接种点的接种的人群的数量等 公众至今也不清楚 同时当局还对报道有关消息的记者 编辑和报社予以迅速的严厉惩罚 7月22日有微信用户说 邻居A信群讨论了一下疫苗 群就被限制使用 有个邻居转发了疫苗之王被限制登陆了 就在公众质疑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失职之际 外界发现在2008年三剧情案毒奶粉丑闻爆发后 被免职的十人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 协调司司长孙贤泽 2014年6月获得提升 被任命为腰间总局腰品安全总监 2015年7月升任腰间总局副局长 2008年发生在大陆的三剧情案毒奶粉事件 如今已经曝光十年数以万计的应幼儿和家长们 至今也没有获得应有的补偿和道歉 涉案的各级官员和人员也没有被言成结石宝宝 仍然饱受尿结石 肾结石等病症所苦 有些家长正处于被当局监控之中